NEO聊世紀天天流行星 大家好我是NEO 今天來看凶人對上波斯人 這場比賽是 CUP的表演賽 OK CUP表演賽是Viper對上Y 先來看一下大約6點鐘方向 出身點位的Viper 選擇的文明是凶人 凶人最大的特色是 開局時剪100木材 但是他不需要蓋房子 一開始的人口上限就是200人口 凶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 馬攻跟游侠的路線 馬攻部分到帝王時代有8折優惠 城堡時代有9折 游侠的部分也是可以正常使用 三攻三防 而且也有大落板 整體來說凶人算是一個 還是需要靠打架 才可以獲得更多的經濟優勢的文明 凶人在前期的防守來說 也是比較困難 由於他不需要蓋房子 所以需要更靠木牆或是石牆 作為防守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右上角的 歪歐這邊是選擇了波斯人 波斯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步兵系稍稍步行 沒有這個建兵系的升級 但是他的槍兵是全滿的 大級兵是有的 波斯人呢 他打後期主要是打這個薩瓦爾 這個遊俠升級的薩瓦爾 起兵路線是比較適合他的 那他的攻兵路線呢 雖然馬弓可以打 但是帝王時代沒有三級射 那城堡時代呢 雖然可以研發安全的戰術 那這個打法主要是要搭配自己的 波斯彈像 作為輔助的馬弓 那波斯人要把馬弓當成主力 到了帝王時代 可能還是需要轉兵 後期可以轉成波斯弓兵 不需要消耗黃金 就可以及時產生奴兵 那後期的波斯人 也有大衝車也有火炮可以用 但是沒有工程工程師 稍微弱了一些些 那後期也有火槍 也可以作為應對對方步兵的打法 好 那波斯人呢 他的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 是比較快速的 不管你是要去點時代啊 或是研發 科技 直步技術 輪軸手推車 或是生產村民 速度都有一定的加成 所以波斯人呢 到了城堡時代 3T式運轉速度是非常可怕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封建史台會怎麼打 那接下來看一下地圖的部分 這張地圖是阿拉伯 黃金在後面 黃金有兩個都在後方 這張地圖看起來 微大會比較好防守 那前期的部分可以稍微微一下正面 這裡微好 左邊的地方可能就守 左邊這個區域的位置 那不然就是要直接微到底 不管怎麼說 這張地圖對YO都是一個比較偏南偉的形式 那看一下Ryper這邊 Ryper這裡的地圖 黃金的部分 有一塊在後面 有一塊在前面 那YO地圖看起來像是比較好一點的 Ryper呢 前面的黃金也是相當難受 YO的黃金是在後面 這樣鮮明對比起來 Ryper這邊是會比較難受一點 地圖的部分圍架 Ryper也是要圍一下 就可以稍微圍死 但是正面的部分 可能要圍出去一點點 這樣拉過來拉過來 可能要正面拉比較大 左邊可能很難圍死 要圍死的話 也要稍微圍出來一點 不管怎麼圍得非常大 那YO這邊是點下了織布技術 也一樣是打一個偷織布 身風劍時代才點下織布的升級 那YO這邊是打了19P 身風劍時代 那這邊是沒有偷織布的 聰明的血量是10滴血 好 均勻先補在這個位置 好 YO這邊應該要打個弓兵開嗎 還是要打肉碼 打肉碼會不會太慢了呢 OK 19P弓兵開 YO看來還是有點想法的 並不是直接就要打這個肉碼 好 因為19P的話 你的肉碼的數量會比對手慘的還要慢 通常這個時候就直接慘這個弓兵開局 可能會更好一些 好 那這裡先是慘人毛兵 先做個防守式 這樣地圖不太好打 先起要多靠自己的槍兵作為防守 那YO這邊遇到對方出槍兵 自己可以轉射箭場 或是轉更多槍兵喔 也都是一個辦法 好 那YO這裡還沒有轉四箭場 是先撒農田路線 VIPER由於不用蓋房子的關係 農田已經很多了 8片田了 這邊YO只有6片 好 但這個墓區沒有維持的關係 只要有機會還是能抓一村 VIPER果然被抓掉了一村 前期YO打法算是比較偏軍式的 VIPER這邊是走防守式 但是槍兵跟毛兵還是要往前走 想要給到最大的壓力 VIPER這邊是補了射箭場 農田現在才來到第8片田 VIPER則是來到13片田 整整多了5片田出來 這就是兇人的 不需要蓋房子之力 好 但是槍矛殺牢 好 其實這不是這麼的有效 好 那VIPER這邊是開始挖金礦 左邊補下了一個兵工廠 要來升級時代了 好 那這邊可能會斷槍兵或毛兵 這邊繼續騷擾 還有這邊毛兵要再繼續補一些 好 等個一擊射 好 下方這邊也在拉打 左右兩邊都是打一個小打小的 上邊往後拉 這邊要上高地 高地高打第一反擊 好 這裡 可能要被爆掉了 落馬回來 好 但這邊就是VIPER想要的結果 希望他落馬可以回家 他只要一回家 前面就可以稍微維持一下 或者是趕快偷資 偷經濟趕快上去時代 那這邊補了兩個射箭場 總共三個 可能是要走馬弓路線 但是現在肉也是不是開購 還是要補個四級呢 這裡補起來 好 毛兵跟槍兵都有一定的數量 毛兵也來了 VIPER這邊是先補了弓兵 唉唷 結果是先走弓兵路線 而不是直接升級 好 毛兵去追後方的毛兵 槍兵在後面手弄馬 好 三隻弓兵出發 等VIPER 沒有被抓到 還行 YO好像有看到 好 這裡一村有機會拿下 VIPER又被拿掉了一村 三十五打四十三 看到這個村民差距了嗎 差距盛大 這就是波斯的 PC運轉 之力啊 YO這邊的村民差距已經明顯打出來 VIPER這裡失誤的 也不算失誤 是YO算打得很好 一直有抓到 對方 VIPER的村民 好 這隻村民有點危險 直接開打 YO應該會硬吃 我來拿下 好 VIPER的三隻弓兵走不來了 弓兵只是稍微小打小鬧 並不是要真的爆弓兵 好 槍兵努力戳 後面的毛兵緊追在後 好 家裡不為時 就很難拿 欸 這隻弓兵可能要拿下咯 VIPER很努力 好 升到城堡時代 四個射箭場 看時代轉馬功了 這裡我們補個馬就 補馬就點個品種 好 黃金不太夠 二級色跟蹤技術先補下 黃金的部分還需要更多的再挖 好 這裡可以補個TC在黃金的位置 這裡是相當好 木頭跟黃金的位置 後面這裡可以開個TC 不管開哪個地方都很適合 那應該TC要開的話也是先開在前方 但現在這個時間點開TC 很容易支援會失調 因為現在田已經把這個自動撒農田給取消掉了 VIPER這邊不知道是不是想要點下二級農田再繼續復更 所以現在馬功還是要趕快成型起來 好 但YO這邊也是升到城堡時代 打出了騎兵路線 跟蹤技術 跟一級攻二級伐木 好 VIPER這邊是先點下的品種 還有二級挖精 想要把挖精的速度提升到最快 好 那我覺得挖精技術對於打工兵路線的 玩家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你是要打馬功或是工兵都是 如果有挖二級挖精的文明 這個暴兵速度也會是非常快 好 這裡補下了一個大學 家裡馬功還在守這些騎士 馬功數量現在家裡不多 只有四隻 好 但是還是可以繼續拉打 在那邊YO的目標是村民 想要多抓個幾村 脫失的村民之力 就會讓兩邊的村民差距越打越大 那VIPER在這邊還沒有彈道學的關係 所以馬功射的有點歪 只被擊殺掉了一隻騎士 好 這四隻馬功在這個地方 射木牆有點浪費到的時間 這邊有洞可以進去嗎 好 但下方騎士又抓到了VIPER的村民 VIPER又死了一村 村民差距36對49 好 勉強補下了 彈道學 左邊的馬功也在騷擾 但是又被抓掉了一隻 現在YO也有跟蹤技術 這四隻馬功還在射 好 VIPER剛剛嘗試過去發現沒有動啊 好 這四隻馬功如果剛剛在家裡的話 可能死傷就不會那麼嚴重 VIPER這邊是打馬功 VIPER是打騎士 那家裡直接圍死 萬里長城圍法 這真的是要耗費非常多的聰明人 才可以把這個地方給圍好 好 下方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好 騎士在家裡房子 在家裡搞事 VIPER馬功要不要先回家呢 但VIPER一直不想要回家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馬功一直在家裡 就不能騷擾地方村民 脫屍就會農得太快上去喔 那可能要分個兩對 家裡分個十隻 外面也分個十隻 但是打個多線會比較好 好 VIPER這邊四個射箭場 繼續再出馬功 射箭場這個產能是真的快啊 好 拉一些馬功在左邊 稍微巡邏一下 射箭部分抓到對方的騎士出門 好 看到 射一下 點掉 十六隻馬功 給的傷害非常足夠 好 左邊蓋了一個採礦地 來挖一下石頭 現在TC還沒有蓋 臭名差距被打得很明顯 四十二村 對上六十九村 YO資源已經領先了兩千二 好 YO這一波 臭名差距快要打到一倍了嗎 要再補第四個TC嗎 但是這邊直接轉戰毛兵 我們平常常講 遇到馬功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直接轉戰毛 戰毛轉下去 基本上就十拿九穩 好 抓掉騎士 後面戰毛兵 趕快登場吧 這裡有洞啊 看起來沒有 YO現在圍架圍得蠻不錯的 家裡先暫時用爐炮擋一下 趕快修理起來 先點村民 村民拉走 YO這邊細節做得非常漂亮 好 這裡多線有點發呆 欸 怎麼沒有走到實況了 完蛋了 Wiper Wiper這裡 實況弓要被抓爛 但是直接搜 YO我們第一時間沒有看到 因為YO家裡也有點問題 好 第一時間沒有抓到這些村民 有點小虧 好 趕快拉騎士回來 這裡收村 好 奴魄稍微撈打 讓這個馬功有點殘血 好 馬功回舊 好 看來這一波是要鐵了心 追掉這些騎士 馬功雖然來到了46隻 40幾隻 但是正面的YO防守實在做得太好 Wiper現在暫時沒有找到漏洞 可以去抓村民了 我覺得YO這邊繼續打下去 應該就十拿九穩了 甚至後期轉薩瓦爾 打這些馬功也是嘎嘎好用 好 那現在情況是對YO非常有利的狀況 YO再繼續打這個防守反擊 升到電用時代打出時代差距 FIPER就會 你就會自動 投降 也說不定 有沒有可能上帝勸退呢 現在YO的支援分數已經 這個分數已經來到了1000分的領先優勢了 好 這裡奴炮 來到了右邊 好 這邊稍微用馬功秀一下 FIPER這邊在秀馬功 好 射掉這台奴炮 上方也遇到了這台奴炮 但是左邊的騎士快被射光 YO的騎士 剩下的左邊兩隻正在騷擾 好 這邊想要蓋馬就 但是看到馬功又來 FIPER挖了一根城堡之後 開始要往前壓寶 根堡會相當的關鍵 好 YO這邊突然轉戰矛跟騎士 都轉一些 好 看來這一波YO兵 有打算要直接先升帝王 或者是先轉戰矛先守住 好 這個鴨寶 應該是能蓋起來 戰矛兵要反擊村民不太可能 YO直接在後方補了一根新的城堡 FIPER這邊馬功射得非常漂亮 數量已經來到了55隻 太可怕了 這個馬功數量 好 城堡蓋好 重新控制到城鎮中心 好 這邊要不要產幾隻自爆兵呢 我們跟別人炸進去 馬功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爆破兵 要不要點一下 好 這邊是轉達拉罕騎兵 達拉罕騎兵是擁有 對建築物額外提升傷害騎兵 也算是破門騎兵 好 VIPER這邊 直接衝進去55隻馬功 YO這邊帝王是在點下 但戰矛兵的數量不夠多的感覺 現在戰矛兵只有兩個試驗場 在慢慢產人 這裡可能要補下更多試驗場才行 好 但這裡有打拉罕騎兵打前頭 打拉罕騎兵出死防禦之三點 擋戰矛兵的話傷害果還不錯 但是這邊有點尷尬 戰矛兵跟PC的射程 都有點痛 VIPER的馬功數量一隻一隻的倒地 這裡一發頭髦就是一隻馬功 馬功數量下降到只剩下44隻 好 這幾隻馬功 感覺是要直接送光 也要打到東西 VIPER的村民術已經落後快來到了一倍 但這根堡又蓋起來 直接控了兩個城鎮中心 好 波斯右邊 大量村民 只能撤 VIPER終於抓到了大量村民 這一波抓到完全不虧 好 這邊大量讓對方收村 YO這邊開始有點小小受傷 這邊YO想要補帝王時代的三級工兵鎧甲 但是射箭場有補嗎 不在左邊的位置 左邊有四個射箭場 應該沒有問題 經濟稍微被控了一下 這裡大約有15加上22 哇 三十幾村沒有工作 太多村民躲在這裡了 VIPER只要一控這個區域 但是經濟就有點平衡 稍微算一下 97-30村 60幾村 對上56村 這個經濟差距就不會那麼明顯 好 VIPER這邊再蓋了一根城堡 三根箱 幫YO上三柱箱 這三柱箱能不能有效成功呢 好 YO這邊是補下了巨型抽屍機 直接要來開拆 這裡的達拉和騎兵 直接看到戰寶兵上前 但是後方城堡傷害太高 直接射倒 戰寶兵嘗試 擊殺村民 但是好像沒有辦法 達拉和騎兵直接出來 想要往前 走到城堡下方 當然就可以開始攻擊 這邊的巨型抽屍 好 YO現在情況 是比較還是優勢的那一方 但是戰毛兵的數量有點按不太起來了 農田現在被控的關係 現在肉已經來到了極限 木頭也是 Vipe這一波控 農田控的非常成功 好 還有兩隻村民 很努力的想往回蓋 彈血的村民 有機會蓋起來嗎 哇 點掉了一隻 最後一隻村民 趕快敲 趕快敲 哇呦 一定要把這隻村民給拿下 好 剩下五滴 躲一下 喔 再躲 死了 哇 99.34 Vipe最後沒有把這根城堡蓋起 馬弓也送的差不多了 尷尬尷尬 這個城堡 沒蓋起來 有點虧啊 好 前面的戰毛兵 解馬弓 還是相當的舒服 好 有三級弓箭甲 打馬弓 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OK Vipe這邊開始轉奇兵鎧甲 把城堡打帝王 這裡又拉了一些村民過來 但巨西托斯基想要先解決右邊的城堡 好 我一個馬鎧 戰毛兵就不會打得這麼痛 馬弓最後只剩下一隻 死去 好 這邊開始在蓋了 哇呦這邊努力的想要把這根城堡給蓋起來 讓村民沒有辦法有機會敲到邊邊 但這個角角可以敲喔 這個邊邊角角能敲 威歐是不是忘記了 完了 看來是真的忘記 角角是能敲的 完 威歐最後還是讓viper 蓋起來了這根堡 怎樣 威歐的農田已經被控丟點產了 只剩下67村 現在兩邊村民處已經持平 viper的這三根城堡 已經控到了大量村民 讓這些村民都沒有辦法正常採集支援 但是TC雖然健在 但是已經沒有支援可以正常採 viper的這四隻馬弓也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好 野外挖石頭村民又被抓到 viper這波馬弓歐運得打得非常漂亮 開始轉出雙TC開農 好 現在村民處69對上62 viper的戰毛兵 還在繼續努力量產 看這邊越暗越多戰毛兵 就意味著自己的村民斷村斷得越嚴重 好 是一個比較尷尬的局面 好 但這根城堡拿下之後 農田之後可以正常復根 viper的農田終於可以上前了 然後有農田就有馬弓 有馬弓 好吧 就有戰毛兵 就可以打馬弓 馬弓就暫時的問題就不是那麼的大 背景有三級的弓箭甲 好 打藍和騎兵 這邊有2級馬鎧 遠防來到了5點 戰毛兵怎麼射 都是 3加2 欸 他這裡沒有點化學 這張點化學好像也是一樣 6點傷害打5點 好 這就是波斯人帝王是在戰毛兵比較尷尬的地方 打馬弓鎧行 那打了漢騎兵就不太行 好 viper點下了二級農田工兵鎧甲 嘗試把工兵的防護力提升一些 好 但巨型投資機想要出門 viper直接堵在門口 打工再次走到六邊想要騷擾 好 聰明樹現在是81吋打67吋 YO的聰明樹是稍微落後的狀態 後面直接補一根塔想要扣你 哇 YO這裡經濟有點炸裂 聰明差距 雖然還是有82對68 經濟還是YO比較好 但YO好像被馬弓射到有點炸裂的狀況 好 前方巨型投資機想要架起來 但是看到騎士了 巨型投資機往後 好馬弓再次走到這個地方 好 波士人點下了化學 巨頭開拆 還有補了一隻僧侶過來招翔騎士 這隻數量有六隻 好 僧侶過來招翔 馬弓在後面繼續努力的 想要碰 騎士上前一頓輸出 好 但是巨型投資機還是被viper的騎士給抓掉了 好那剩下單位應該就問題不大 後面的馬弓還在空圖 好這邊上高地反擊 三級弓箭夾實在是很坦 怎麼射的都是1滴 6加2 遠防7 好遠防8 不好意思 講錯 遠防7是有俠 遠防8 所以這裡馬弓也是8點 怎麼射都是1滴啊 就是3級弓箭夾的好處 好 YL這邊化水又好了 這邊打馬弓又更痛 這波馬弓似乎有點撞到了 不要打 但是右邊村民直接被騎士騎臉 但是TC直接殘血的關係 沒有辦法繼續躲藏在裡面 馬弓趕快在旁邊繼續射擊 抓掉了一些村民 好 再來修到這個血量應該就還行 哇 YL這邊還好 波斯的層次中心的血量夠多 所有兩邊TC都沒有因為插寶 而被拆掉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好左邊這邊偷蓋農田 但是Viper又拉了4隻馬弓 過來想要控農田 農田數量現在還是比較 不是那麼的穩定 Viper這邊總共有98村 現在打YO 69村 中間裡面補了一根城堡 好 努力的把這個承認中心補起來 好 現在Viper 支援量 四位慢已經反超了YO YO這邊經濟突然變成劣勢 本來是大優 現在變成有點小烈 好 所以說Viper這一波馬弓進去 讓YO確實經濟炸裂了 但不單純是馬弓的問題而已 也是因為蓋了城堡的關係 讓Viper 讓YO這邊沒有辦法很正常的可以採農田 大量的農田區都被馬弓給控制住了 這邊要直接點掉農田 然後YO家裡的狀況 終於要解完了 好 Viper點下了 清潔變升級 一龍時代 要補下嗎 現在YO的資源 是非常落後的 落後的大概快要兩千三千資源 那Viper的分數雖然是看起來輸給YO的 YO這邊確實還是有優勢 好 看村民上已經輸了三十吋 這也還能再繼續打下去嗎 好 展出了火槍 好火槍回頭 一發一隻 馬弓在後面直接開射 好 照相到了一隻 打來看騎兵 好馬弓出來 不要再繼續往前 這裡太多戰毛病了 好 Viper點下帝王四代 YO經濟是107對1811吋 現在還是有TC的 工作效率的優勢 趕快重新補窗名 應該還可以再繼續打後期 但是這個礦要找個機會拿下來 現在YO的黃金 也不是那麼的穩定 前面還有這塊金可以挖 但感覺現在不是金的問題 現在是該怎麼打這些馬弓 馬弓事實上真的太多了 很麻煩 戰毛兵依舊是一個最佳選擇 反白盆這邊開始轉出肉馬 好 這邊蓋了一個高地堡 好 肉馬上前 想要抓 這邊又抓到了一波村民一動 這面肉馬配馬弓相當難纏 好 馬弓趕快去點一下後面的火槍 火槍血量很薄 直接被點光 哇 這裡高達第一馬弓實在太痛 YO前面的火槍死傷殘忠 快往上前 YO直接打錯了GG Viper這邊帝王勸退 Viper成功拿下比賽勝利 恭喜Viper Viper前面直接單TC ALL IN 4射箭場 爆出大量的馬弓 沒想到直接硬生生 控掉了YO大量的農田 要是YO的農田 沒有被Viper的城堡給控住 可能爆出大量的戰毛兵 還是人是手下的 沒想到YO被控農田的時間有點太長了 在野外想要再開農田也沒辦法 也被Viper給抓包 即使有木頭也沒有辦法 穩定自己的肉量 雖然這個城堡補起來 但是沒有即使在旁邊補下農田 稍微可惜了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Viper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實務數給了YO 這邊大約3000肉 但其他資源都是贏了 甚至這個挖金贏了一倍 二級挖金提早投資 這個明顯有感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也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小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吧